本节目内容仅代表创作者立场 请慎重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我是Will 我是Suzaine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小城故事多 Will 今天你有什么有趣的传说 想要跟我分享了吗 你想听怎样的传说 我听过你讲明昏 降头 超能力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趣的 这样你觉得钱有趣没有 何止有趣 还很感兴趣 这样我们今天讲关于钱的传说 有什么关于钱的传说 这样你有没有听说过 无鬼运彩 无鬼运彩 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以名字来解的话 是不是鬼帮忙赚钱 对了 无鬼运彩就是一种吹彩的方法 它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风水局 还有一种是法术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传说关于风水类的无鬼运彩 就是以偏彩和横彩为主 还有一种说法 它是旧品的秘法 旧品是什么 旧品就是解救贫穷的人 哦 那样无鬼运彩需要八字的嘛 因为我们看风水的时候 都会跟我们生成八字咧 是需要啦 因为无鬼运彩也是需要你名字和八字来乞卦的 哦 那法术呢 嗯 无鬼运彩哦 其实用的比较多就是这个法术的啦 那也是需要像有鬼仔和飞头像这样子练的嘛 传说是没有讲需要做修炼啦 但是需要道行很高深 而且是要有经验的 才能做到这个法术类的无鬼运彩啦 传说啦 它是可以把别人的财运转到给自己的哦 哇 这个让我联想到我妈妈跟我说过 就是不要随便算命和给人家看涨 因为算命的人哦 像你讲的 就是会偷取你的运转到自己的身上 嗯 对的对的 这些高深的道士哦 他甚至可以在不出现的情况下 去别人的门啊 甚至人的面前啊 让这五个小鬼巴做事哦 也可以再不破坏箱子啊 笼子哦 把里面的财物投走 取人财物的哦 哇 这个跟有鬼仔很相似耶 是啊 也就是这样哦 这个无鬼运彩的收费很高啦 甚至是到一符值千金 也就是一张符值价值千金哦 哇 你想这个法术这样厉害 为什么那些人不给自己做这个法术耶 啊 很简单 因为哦 它是有后遗症的 怎样的后遗症呢 比如呢 是被鬼反噬 也就是被鬼害到自己啦 嗯 而且这个钱 毕竟还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 所以以后可能也是会以别的方式流走嘛 到头来哦 可以真正拥有的哦 只有两三个人哦 为什么呢 因为哦 每一个来求术的人啊 他们往往都会对神明有所承诺的嘛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实现到这个承诺的话 就导致到一无所求的结果咯 这个让我联想到那个泰国出名的那个巫术 嗯 就是跟小鬼 就是跟小鬼对话那个条件来帮他做事情 对对 像我讲的就是他们如果忘记了对鬼神的承诺啊 就一发不可收拾哦 鬼得不到他想要的 那这些求财的人也别想好过了 那这个后遗症很像是自己惹祸上身多一点啊 毕竟是自己言而无信嘛 对对 也怪不得任何人 对啊对啊 这样的话这个巫鬼会危险的嘛 当然这个危险性相比于其他法术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哦 因为你强迫巫鬼帮你做事嘛 他们也容易心神怨念 也是很正常的是 嗯 还有就是你用了这个巫鬼运才过后哦 你要用你所赚来的财富啊 去帮助别人 比如说是做慈善啊 事业之类的 因为这样子是等同于互相合作嘛 他们帮你推动你的财运 你帮他们积攒功德 嗯 虽然是这样子说啦 但是这些钱总就是不振荡来的嘛 这样的方式不要用比较好啊 是啊 这样你听完了这个巫鬼运才的传说哦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像我刚刚讲的 虽然这个方式能够赚很多钱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但是我还是prefer靠自己的双手来赚钱 比较安全啊 毕竟这种东西不要轻易动会比较好 嗯 讲到这里咧 相信大家像苏仙一样 对无鬼运才也更加的认识了啦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无鬼运才的故事 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social media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Viu 我是Suzan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讲下期小城故事多再见啦 嗯 不知不觉八期的小城故事多也到尾上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故事还满意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在short podcast留言 说不定我们会在第二季和大家见面啦 这样我们的第八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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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